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鲜了 即便没有这些肉 我现在在这里煮点素菜煮点面条 我都能造一顿的那种感觉 哎呀在这怎么办呢 肉摆都摆了 点都点了 我怎么可能给它撤下去呢 是不是 这个贝壳已经做好了 我们捞出来之后呢 先煮肉 慢慢享受这个贝壳 哎呀我都捞出来一盘了 你看它又炸了一锅 这家店也是我关注许久的了 一开始关注他们家店是因为他们店名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毒焦 这个时候可以把店名打出来让大家念一下 看有大家念的对不对 他们是一个这个味道的可! 我这个很可能当女生就当贝壳 然后她 blood の帅 都怎么去了 д친x tiet 甘转形态 它叫噗贝噗 salad 一二三四五 还有五盘吧 前面有一个装贝壳的小碗 我也得擦一下就抱着吧 没有地方放了 你吃它的肉的时候 还能喝到那么一口汁 那么一汪水 我经常会在家煮完这样的贝壳 然后把肉卸掉 在这个汤里面煮个大汤 特别的鲜 大家可以试试 因为它煮的时候呢 上面也有一朵蒜 蒜呢也融到汤汁里面去了 有一点蒜香的那个味 并不是什么味道都没有 像嗑瓜粉一样 这么鲜的汤里煮这个牛肉 我们看这个纹路 看着就很香 就是它的肥肉这种雪花 都在肉的中间 那个纹路散播的特别均匀 刚才还单点了一个紫屋 和一个丸子 塞空也塞不下 所以真的不行 真的闹不了了 不行 最后再加吧 这个是牛筋 刚才有跟我说说牛筋肉 可能就是口感会更筋道一些 然后那个雪花肥牛呢 它可能就因为油脂分布的比较均匀 它可能就更香一些更嫩一些 今天有我自己调了一个魔鬼小料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他们家给我调的 就是有海鲜汁蒜溶醋 就是他们吃这个这么多年 最合适的一碗小料 他们觉得这样最好吃的 最正宗最地道的味道 我把吃饭吃完 我们就吃牛肉 我觉得它等不到 我把这些贝壳都吃完 现在煮的挺好的 我先给它捞出来 然后再下一个 咱们先散着肉管口 肥瘦相间的肉 都是很大片的这种 每一片都不散 很完整 这么鲜的锅里 应该先直接下点海鲜 应该不应该先下肉 我这边有海鲜天盘 海鲜天盘里也有紫屋 偷偷摸摸的 好了 它煮着我可以先吃我的牛肉 我先蘸一下他们给我调的汁 非常正宗的这种 人家那种汁才是真的汁 我这个算是酱 是那种酸酸的鲜鲜的 有一点蒜蓉的味道 他们那个蒜都是炒过的 所以不辣口 感觉可以给那种海鲜 给这种肉类加持的一种味道 就是多了一点酸辣味 但是蘸辣味却不会抢 这个蟹柳就已经煮好了 这边呢也捞出来吧 看超豪华的海鲜碗 再来个鲍鱼 送给你们吃 再蘸一下我自己的蘸料 我现在记不清我放了啥 我还想按照我自己的喜好 来调一些鸭酸 今天没有芝麻酱 有点影响我发挥了 要我的心虫 调米啊 还有油 你需要吃点蟹吗 这碗真的会好吃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它里面没有很多芝麻味 甚至都吃不太出来 其他调调的味道偏重 看这个雪花的样子 其实它发上来的时候很古的 很古流 摆盘摆了好久 所以它都已经化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肉更实诚 更实在 而且一点都没有沫子的样子 可见肉的品质很高 我最爱吃的海兔子 人家叫紫乌不能叫海兔子了 它里面是有骨子 满满一肚子 非常的满 我跟你们说这种紫乌 要给它炒一下 刷个酱 不极了 它里面是黄 我调的料还行呢 两碗刚好 这一碗吃完这一碗凉着 这一碗吃完这一碗凉着 这个是沾了海鲜汁的馅柳 看 都煮到炸开了 这个肉吃到嘴里 它是会爆汁的 爆的都是那种海鲜煮出来的 特别鲜的那种汁 大家如果吃的话 见到的味道真的不要太重 这个吧 看下面还有一个 我给你看看这一大块 咦 咱们还夹个贝壳呢 我下面下一个肥一点 好鲜哦 就是牛肉的那个香味 加上这个 不能再说鲜了 再说鲜 大家觉得我可能就这一个词 可以说 哎呦太鲜了 非常的鲜 特别的鲜 这么鲜的汤铃 这个是我现在能看到的 最肥的一趟 哇 感觉我快跟不上他 跟不上溜了 跟不上喝的速度了 而且我最近一直觉得 这种鸣火 打出来的火锅 就是比电子炉的 会好吃很多 特别棒 贼好吃 就有点醋 我刚才说没有芥末味 可能是我那一溜芥末没火开 刚才你问我的时候 有点酸脑瓜仁 那种感觉 今天在我跟他们老板在聊 他们老板说 他儿子这个肉能吃五盘 我说那不错那挺好的 他说一个19岁 1米9的一个大小伙子 我说那还行吧 那这是小伙子能吃的时候 我想 哎呦那我点20盘 在这说这种话 平和易开 难不成说自己是 25岁正能吃的大姑娘吗 这种肉 因为它品质非常高 都是澳洲安格斯肥牛 所以真的不能煮太烙 就是煮好了 就要立刻烙出来 吃的嫩嫩嫩的那种口感 我要落盘子了 它太有事了 我跟随间老板一直在夸我 说我好专业 我说这是吃的多罢了 哎呀桌子上终于到处地方 我这个饭 都已经被那迷火了 都已经有点烫了 这都好 哎呀 大家最近一直在催着我吃火锅 想不到吧 找了一个这么有特色的火锅 给你们吃 哦我还没说新城大梦话题 我想了一个超好的 我视频拍摄的时候 正值高考 昨天有看到高考作文上热搜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 6月23号北斗3号 最后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了 然后作文的题目呢 就是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 所以说 自然说的前面这些都没啥用 嗯 所以说今天的弹幕话题就是 你们高考完了之后 你们最想吃什么 再不开始 我说的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功用 就是刚才烧火锅的时候 就比如说这个海鲜锅 即便现在炫到没有贝壳的样子 但是贝壳也是有它的功用的 它可以为这个汤中间鲜味 所以说今天的弹幕话题就是 你们高考完了之后 最想吃什么 就是释放压力嘛 想吃各种各样好吃的 去什么什么地方玩 这时候都可以说 或者可以告诉我 你们考的怎么样 前两天有好多粉丝在我 小号大号都有跟我说 明天我明天高考 可以做高考顺利吗 什么什么的 我都会跟他们说 我说考好了 我说我给你点外卖 我请你吃饭 你来不了北京 我给你点外卖 这样子 我记得之前 我就有在粉丝群里说过 我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闪闪发亮的星星 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 非常大量的作用在的 不管上到卫星啊 还是下到一个小小的贝壳呀 都是有自己的作用在的 所以考好了当然高兴 考不好也比较灰心 吃会儿贝壳吧 有点沾地方 吃放压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吃顿好吃的 待会你搞好完了之后 你特别想吃啥 子方呢 我也是 我吃着打别卤 特别贵 我再吃一次啊 我可能会换一锅 因为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他们说他们家招牌的 博博贝卖完了 但是刚才他们有心进贝壳 因为每天他们要保证 自己的贝壳非常的新鲜 有心进到那个白色的博博贝 所以一会儿 我可能会换一锅 再尝尝博博贝 然后海鲜味稍微淡了一些 我在下一盘 然后这里是盘 那里是盘 现在能换那个博博贝吗 好 很整天了 我刚才烫了好几下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个白色的博博贝 一上来之后就有点 脑海里瞬间奔合一个词 叫肥头大耳 白白胖胖的样子 看起来就很好吃 我现在跟他按字较量 我看是我先把这些肉吃完 反而可惜全部炸口 我还纳闷什么东西这么臭 现在我味上来了 这个里面的肉我感觉都肥一些 就同一次会对这种没有什么颜色的食物 产生很重的兴趣 我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我最近看完怪你过分美丽 又陷入了聚光 强推你们看一个动漫 两集一个故事 既感人又暖心 有时候你会好震惊 哎呦 这个贝壳 首先从声音上比刚才那个秋翠 我妈看了眼眉的角落在家吓得 是吓得晚上给我打电话 不敢睡觉那种 然后跟我说 我可是丈母娘 我不是婆婆 丈母娘不是被吐厌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被剧透了 要是不被剧透 当初第一时间看到那一顿 肯定还挺吓人的 我是被剧透了 我知道 哎呦 马上亏了 我刚才没那么害怕 呀 看我这个肉衫 就是每次 刚刚换锅的时候 煮的头几盘肉 跟后面几盘都不是一个味 就是头几盘 可能海鲜的味更重一些 但煮到后面 虽然有海鲜那种鲜美的味 就是肉香味 还有上面那汤油 它偏重一些 哇 肉帘子 哇 真的是要急死我 就定了这个肉呀 哈哈 我先要考虑一下 下期就会有没有地方放 我现在明明会在心里面321 你们看家会把我逼成什么样 来 幸福吃的 4321 哈哈 这个虾好好吃哦 脆脆的 我脸红了 哈哈 它给我这样 大雪 求求你了 特别好吃 你尝尝真的好好吃 是不是 给工作人员吃的都在这样 因为他们最近都在减肥 我天天老师 吃吧 没事吃吧 不会胖的 's GC22 然后鲜 complex IQ ост mesmo 现在 已经过来 跟住 他这个� Sig 这个马 ob 被我给煮的 这大可爱了 stable 虾不得吃 刚吃完 舍不得吃 下 кра angles 我按下料理就给吃了 verdade 真香啊 今天的粉丝福利时间 等菜的时候 就跟老板上来好了 让老板说吧 以后利益的粉丝来店里吃饭 都会送这样一份出菜拼盘 谢谢姐姐 替大家谢谢姐姐 真可惜 刚才那个小姐姐 我一说完 刚才一抬头发现她走了 应该送她个海鲜拼盘才行 我给她买单 你能帮我把这个火关了吗 没有肉了 我总觉得这边还有那么一份两份 没有吃没有看到的样子 能帮我拿一个冰可乐吧 绿茶 这有绿茶吗 你看人没有 没有办法 我剩一盘肉熟他们家还好 这突然瞬间就慢了 真的能招人 我真的去好多店吃饭 老板就说 我今天破银额了 我今天人怎么这么多 今天吃了人家西碗小料 这是今天最后一口 好多人呀 我本来今天还想着最后把我那个一份子物还有丸子给吃了 但是眼瞅着要排队了 不吃了 好了今天吃了 十八份 澳洲安格斯肥牛还有牛肩肉 还有两份超豪华的海鲜平盘 重点是还吃了两个胃盒 本来今天想吃完把这些盘子都落起来 但是最后只能落九个 其他的落不上了 因为太高了它落不住 期待我下次吃什么吗 我们回首一分钟 拜拜 by bwd6